美国议员最感兴趣的 你知道人家说啥吗 他们拿着一本 七个被美国司法部和FBI和法院超限战的情况 人家说 这是美国调查美国司法部门武器化的圣经 Bubble 这是调查美国被共产党渗透 和司法部执法部门武器化的超限战的Bubble 而且这些议员知道 只要想了解共产党 想干掉共产党 想消灭共产党在美国的渗透 只有一个组织 那就是新中国联邦 它不能跨国 它只有跟我们合作 美国它有选择可以找别人去 不用找我们 如果国会山的这些议员 你有选择请找别人去 我们可以不参与这事 什么叫无欲遮缸 你不灭共产 你不灭呗 你等着共灭你呗 多简单 是吧 你可以不灭共 你等着共产党来灭你 所以说所有这事让我很高兴 因为会找出最终的遭遮离 造出大雨 最后美国从我的身上 会开始另外一个战场 到底美国的公检法 法官 律师事务所 检察官 美国的监管机构和政府 多少人被共产党渗透了 七哥以身雕鱼 走得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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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